华盛顿时间9月29号晚间 美国第59届总统选举第一次候选人辩论 在位于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医学中心成功举办 唐纳德·特朗普与乔拜登 作为共和党和民主党最后委派出的总统候选人 本应是万里挑一 结果没想到 一场震惊的总统辩论 最终却沦为了幼儿园孩童吵架的闹剧 90分钟的辩论 由Fox News著名主持人Chris Wallace担任主持人 本计划从最高法院大法官之争 新冠病毒 美国经济 城市中的种族和暴力 气候变化 以及选举公正性这六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讨论 结果没成想 辩论一开始便直接拐上了弯道 头都不回地跑偏了下去 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 拜登的支持率目前比特朗普领先将近7个百分点 在关键摇摆州的民调中领先不到4个百分点 所以今天小编就帮大家盘点一下 这次总统辩论唇舌舌战间的精彩言论 以及最终谁在这次辩论中取得上风 开场之后 两位候选人就刚刚逝世的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兼任者问题 以及最高法院可能对奥巴马一改产生的影响展开了辩论 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 好好的辩论 很快由于特朗普对拜登的多次打断沦为了吵架 被激怒的拜登直接来了句 你能闭嘴吗 老兄 这个问题不了了之之后 两人又开始围绕新冠疫情的防控展开讨论 拜登指责特朗普应对疫情的工作一团糟 并表示 除非总统能变得聪明 否则会死更多人 特朗普反过来说 拜登上大学时在班上排名倒数 特朗普对拜登说 永远别在我面前说聪明这个词 这在小编看来 两人你来我往的对话 丝毫脱离了辩论的本质 没有任何有价值 有建设性的观点输出 只剩下了互泼脏水 胡乱指责 随着辩论的深入 接下来的话题变得越来越尖锐 在种族和白人至上主义话题中 美国资深记者华莱士 给特朗普出了一道难题 他询问 特朗普是否会批评 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行为 特朗普立刻回答表示愿意 结果 华莱士趁机要求他批评 其中一个名为骄傲孩子的组织 结果 特朗普立刻又摇头拒绝 这前后不到30秒的变化 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成为了辩论的焦点之一 不过 拜登也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 特朗普在辩论中 一直试图用拜登的两个儿子 在激怒他 比如 声称他的儿子亨特·拜登 从一名俄罗斯亿万富翁处收到了350万美元 亨特·拜登否认持有收到这笔款项的公司的股份 当拜登提到他已故的儿子 伯·拜登时 特朗普又将话题转回到亨特身上 因癌症趋势的伯·拜登 生前曾为军方效力多年 据报道 特朗普曾称战死的美国士兵为失败者 拜登对此予以谴责 他对特朗普表示 他厌恶这种侮辱 我的儿子曾在伊拉克作战 他不是失败者 他是个爱国者 那些战死的人是英雄 就这样 一场全美国都在关注的正值春晚 在你一言我一语的争吵中草草收场 可能所有人都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景 ABC记者在辩论结束时称 这毫无疑问是一场失败且混乱的辩论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要硬着头皮来分析一下 这场辩论到底是谁赢了 小编先量自己的观点 在小编看来 这场辩论没有赢家 但是有一个最大的输家 那就是美国 试想 如果未来四年的美国 将由今晚场上的任何一位辩论选手 拿来接管 或许都不会有一个好的发展 但是事到如今 美国所有选民只有这两个选择 不是他 就是他 所以 我们只能在二选一的情况下 来看一看 谁能在这场辩论中受益更多 BBC一位记者的观点 小编还是比较认同的 他表示 这场辩论相当于一场政治上的泥泞战 盛方就是身上较少泥泞的人 在周二这场辩论 身上较少泥泞的人应该是拜登 拜登在选民心中 最大的质疑可能便是他的年迈与身体状况 但是 在第一场总统辩论中 他面对特朗普的肆意攻击 无力取闹 还是抵住压力 坚持了下来 同时 也能在面对批评之时 保持冷静 当然 他有机会向选民证明这一切 部分功劳要归于特朗普 特朗普多次在拜登谈话期间打断对方 也许令拜登没有机会说一些会损害自己的话 但是 在历史一个半小时的辩论中 我们可以完全看见那个爱在推特发言 口不择言 爱侮辱其他人和散播谣言的特朗普 不幸的是 许多美国人 包括他自己的支持者 或许都不喜欢这种风格 根据调查 目前每十个美国选民 就有一个表示自己人未决定投票支持谁 这场辩论似乎不会改变这个事实 但是或许会在这十分之一的摇摆人心中 种下一颗种子呢 我们知道 总统辩论总共三场 接下来的两场将会在10月15号和10月22号举办 希望届时两位总统候选人 能够多多表达自己的政见 让选民知道 自己未来的总统将会有着怎样的计划与魄力 否则 这种幼儿园级别的吵架 一个在指责另一个是骗子 另一个一直在夸自己多强 只会让所有选民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